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湛爷啊 这江振涛来得还真是及时啊 咱们正要找他 他自己就来了 而且 还是带着钱来的 这还真要感谢他老婆 许涛 请教你一个私人问题 你说江振涛的老婆 要文化有文化 要品位有品位 要地位有地位 长相和风度都不比那个汪琪差 你说那个江振涛 为什么还在外面养个女人 冒那么大风险 这你就不懂 这有两种答案 第一种是妻不如妾 妾不如妻 妻不如偷 哎哎哎 说那么难听 这么赤裸裸的 酥不酥 行 我酥 我有哑的呀 那就是啊 这个吕晓梅太完美了 她同样希望江振涛也完美 江振涛在她的面前啊 就觉得压抑自卑 这时候她就找到了汪琪 她在汪琪面前 感觉自己更像一个男子汉 听上去还真像那么回事 哪超来的 看不起人的 绝对原创了 吹 哎 你这是又在打击 我们男子汉的自信心啊 逗你玩呢 快点吧 刘锦涵等着我们呢 听见 走 气色不错啊 这几个案子办得不错 应该调养你们 对啊 来 江振涛的情况怎么样 昨天晚上谈完话 我们就让她回去了 她交代的和我们掌握的情况 基本上是一致的 她从刘志豪那儿拿了六百块钱 其余的钱 都是逢年过节 上上下下送了一斤 一共退了九万多 那汪琪怎么样 汪琪说的和江振道说的 有机会 他们俩在一起 应该有六个月吧 在江振涛的案子里 他倒是没什么 只不过是他最后杀了石晓明 这恐怕够呛 刘锦 还有一个情况 从昨天晚上汪琪交代的 他被绑架的情形来看 我认为这个刘志豪 不像是一个单纯的包工头 他很有点像黑社会的样子 江振涛说到过 刘志豪和中浩集团的 王中浩很熟 是不是在外面 听到什么风声 到这儿来讨案子来了 刘志豪 因为我肯定了 他很可能 消灭四十年前 什么意思 凡什么 凡什么 脸 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玲 莫绿色欧牌 A0146 分钟以后再见过路上 好 他已经上车手了 我已经快到了 动手 这几个枪 不要命 动手 小岚 你想在这儿什么 正像啊 喂 二号目标在楼上招抢了 欧牌现在在附近 别动 救命啊 走 别动 这儿别动出道门 先不用管 让110去处理 注意欧牌车上的人员安全 好 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听到 黄菊 你有什么证实 我现在在什么位上 建国中路 商银行附近 好 马上通知110 速赶到建国路 前面有一辆本田被打劫 是 事后11号车就在建国路上 马上就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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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姐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马上去追逮两辆摩托 走 走 走 来 还真够快的 好 小姐 没事吧 没事 是 这位女士交给你们处理了 是 是 有备抢的物品吗 没有 你跟我们回大队去做个比赌 好 我是黄正刚 我是正安处的小李 还小李呢 都四十大几了 老李啊 什么事说吧 昨晚建国路的案子 你有什么指示吗 什么指示不指示呢 你哪来这么一套一套的 昨天啊 我正好也是路过 老李啊 我说你过来一趟 咱们把后天去北京的事情 具体的商量一下 咱们把后天去北京的事情 具体的商量一下 老李 老李 今天谁接的啊 待会儿你不知道了 今天说话啊 神神兮兮的 这事还保密 黄局长 黄局长 这女的是谁 不认识了 小雨 是 我想起来了 怎么是你啊 你到北京干什么 来接待你啊 接我 好 我给介绍一下啊 她叫鱼游 中豪集团的干将 这次咱们来北京啊 牛小雨全程被动 我可是北京通啊 黄局长 我看您好像 不太欢迎我来接你不呀 没有没有 我只是怕太麻烦你 你们不是说 说什么 景明一家嘛 来来来 我们这边走 走啊 看这边才走 走 你好 小姐 我们订的房间 请稍等 你好小姐 这是您的房产啊 请谢谢 黄局 李大 您看这里还行吗 对 这地方太豪华了 咱们还是住公安部招待自己 黄局长 你这样啊也是太小看人了 我们王董啊 都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 来来来 我们直接上楼吧 来 李大 既然人家安排了 咱就克随主任 走吧 走吧 李大 李大 这账还咱们自己提吧 该咱们掏的 咱们掏 王局长 你要真的这么不领情的话 我可走了 别别 这还差不多 王局长 你们先洗洗 先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啊 我来接你们 小小 你送一下 好吗 好 再见啊 来 这中豪集团我以前听说过 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三四千人的集团 什么都做 什么赚钱做什么 这余小姐 在集团里做什么工作 好像是集团的一个部门经理 具体做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我跟他们的董事长 王中豪倒是朋友 局长 您来市里这么长时间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王中豪 没有 但是每次到江州开会 领导都提到过王中豪这个人 看来他在江州是数一数二的 是啊 我听说他今年已经完成了两个多亿了 两个多亿 回去以后咱们去拜访拜访 把正事都忘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 都给您办齐了 就按照您下的单子 都能来吗 局长 您当我们这儿来上任 我们这儿虽然是江州的一个市 但是我们这儿的经济 可不输给江州 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北京的领导一向对我们很重视 当然 余英也花了不少的力气 吃饭定了呢 就在这儿 在这儿 有点太奢侈了 局长 这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这么做 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妥 这有什么呀 这也是我们的惯例了 请兄弟单位帮忙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在这儿吃饭少了一万块可不行 一万块 这样做太普通了 这些领导会对咱们有看法 局长 我倒不怕服装 就怕寒酸 让领导同志 说咱们对他们不够重视 可这么做违反原则呀 您就放心吧 说到原则 来的领导比咱们都懂 话又说过来 咱们公安局就总点权 哪像企业家王正豪手眼通篇的 单说这个余颖 他在北京开奔驰 在北京他比江州都熟 行 以后我们得做好本职工作 为企业保驾护航 这北京的夜景多漂亮 老李 我说你还真行啊 哪儿换啊 今天这顿饭可真让我开了眼见 广吃饭就两万 送礼五万 加起来里里外外就是七万啊 跟你说句实话 这七万块钱啊 够我小县城的派出所 用个一年半年的 不过呀 值 以后啊 咱们少不了 还得求这些领导 你看看 以前要想把这些领导请齐啊 得请一个礼拜 有的呀还不见得来 就是来了 也就是三连两语的 你看看 今天这气氛多好 怎么样 局长 没有一个不收咱们礼物的吧 还只说 南方人办事就是星系 对不对 事情办得这么漂亮 明天啊 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明天就走啊 咱们出来一趟不容易 还不多玩两天 让小鱼带咱们四处转转 小鱼她人呢 这个小鱼还真有两家 局长 你看时间还早 要不给小鱼打个电话 带咱们出去走走 好啊 当面啊 好好的谢谢她 来 黄局长 先让我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谈不上谈不上 这回啊 我们公安局啊 得好好谢你 来来来 咱们敬余小姐一杯 不 我不要你代表公安局敬我 我要你敬我 要我 老李 小刘 来来来 咱们一块儿见见这个公关小姐 来来来 来来 公关小姐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们的公关小姐 你看看 今天晚的事情你安排得多好 你不是公关小姐是什么 我可跟你说啊 我这个公关小姐是包义词 可不是什么贬义词 来来来 那好啊 我这样啊 就把这个公关小姐长期当下去 就怕我们这儿养不起你这条大鱼啊 哪里啊 比黄局长当这个公关小姐 我们都自费的 不 你可千万别耍赖啊 我们求之不得的 你想想 以前我们到北京啊 是两眼一摸黑 这次跟你一起到北京啊 坐奔驰 住五星级饭店 还有大餐吃 事情啊 办得又这么圆满 回去以后啊 我马上给你发聘书 那好 一言为定 来来来 干一杯 干杯 嗨 姜萍 喂 沈虹 是你啊 我总不见了 大学毕业了 是啊 你要看我们一起去玩吗 去吧 明哥 诚哥 在江州可都是玩的传的人 你们这些大学生啊 可要好好接受点社会教育 确实 四个人在一起玩好玩 去吧 这么久都没见了 好吧 这就对了 来 坐前面 小红啊 几年不见 住这么高档的地方了 什么呀 这是明哥的房子 这小区就是他爸开发的 是中华集团吧 我前两天还来求过职呢 求什么职 还不是明哥一句话 萍萍 你看今天来得对了吧 还不快叫明哥 叫我小明吧 你要是愿意 明天就到中华来上班吧 好啊 真的吗 萍萍 我说得没错吧 还不快谢谢明哥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白领小姐了 英文叫什么来着 O OL 看来现在 惯有钱还不行 还得要有文化 来 走 明明到我家去看看 来来 进来 到我这儿了就不用客气了 大家自己随便吧 冲一下啊 刚好照顾一下 平明 我去冲一下 你天了 出的满身都是汗 不会了 明哥 啊 现在开始学小字了 事前还要洗个澡啊 去你 冲冲 你坐 我先去一下啊 啊 来 明哥洗完了我洗啊 去你啊 好 你骗谁呀 时间不早了 是 淮南又 我想回家了 哎 才十点吗 难得来玩了 真是洞察 别看这无聊电视了 我这儿有一朋友送我的碟 特好看 宋方 你可不可以不去 为什么 好来 我们自己的大飘 女女何干 哎 你们俩等会儿再逆行不行 那些凡人所知 皇帝自有安排 啊 我出去就 阁楼映下 更似简 没有 护尘之心 那你何必要去呢 这江山又不是你的 是刘彻的 我去去就回 来 感情 这咋 这是网边我不看的 大学都毕业了 哪还有什么秀啊 连这儿都没看过 来都来了 不玩玩什么可惜了 你都放开我 别走啊 来玩玩吧 放开我 放开我 别死了 再来帮忙 抓住他 放开我 干什么呀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什么子的 不就是玩玩嘛 有什么大不了 你哭什么呀 喂 程辉 你还在玩什么呀 给老子上来 你这人怎么这样 不就玩玩嘛 你这叫什么事啊你 我 身后你现在怎么变质啊 你不要哭了 明哥他是喜欢你呀 是吗 明哥 我会对你好的 别碰我 你们直接流氓 流氓 谁是流氓 明哥不要生气嘛 明哥不要哭了 明哥我们去喝点水吧 我不喝 这不是抬举 我要告你吗 告我 你去告我 就怕你没这个能耐 老脸 你过来一趟 局长 找我有事啊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天山花园的强奸案 是正常的男女关系 怎么上报纸就登出来了 说我们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自己看吧 不会吧 当事人王小明 是王中豪的公子 那两个女的是同学 其中一对还是恋人 我想王大公子 不会去强奸一个熟悉的女孩子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你是一个老公安了 你是法院的 你说他不是强奸犯 他就不是了 我们要重事实 我们要的是证据 这当然 只是两个女当事人前后说法不一致 我们本着一罪从无的原则 没有对王小明采取措施 有没有案子以外的原因 应该没有 起码到现在没人打个招呼 前几天去北京的小鱼 是不是中豪集团的 是的 这两天也没来过电话 舆论监督不是说不可以 案子还没查清 舆论就已经满天飞了 这给我们的工作 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跟班子的同志已经决定 马上成立一个专案组 由你负责 抽几个有经验的老同志 早点把案子的事情查清楚 我们要争取主动 知道吗 是 局长 你们要想办法排除一切干扰 去找受害人 了解情况 工作一定要细致 注意保密 女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差 不要传出去 第一时间把情况告诉 是 都不愿意 我们不愿意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事人的家属谈了 他答应娶当事人 所以当事人就同意了 我说李队 当事人同意了 你就觉得没问题了 那倒不是 你清楚了告诉我一句话 江平和王小明发生关系是不是资源 不是 有人证以外的证据吗 有 那不用多说了 马上传许王小明 是 我跟你说啊 注意点文明办案 明白 马上传讯王小明 是 另外通知小王他们 把同案的陈维和沈红传去到位 我干什么呀 是王小明吗 怎么了 我是公安局的 请你到局里协助调查 行 我可以找我的律师吧 欢迎 欢迎 你也很忙 我们就不斗圈子了 江平你认识吗 认识 我们还是朋友 朋友 那五月六日晚上 你在什么地方 你不用这样问我 五月六号晚上 我和陈维沈红 在天天渔岗吃饭 后来碰上了江平 就去家里玩了 到家里是几点几分 不记得了 不要急 我们有的是时间 几点啊 大概九点吧 好 那你把进了家里之后的 详细经过讲一遍吧 要详细到什么程度吧 越详细越好 详细到你觉得 对你自己负责的程度 就是这样 警官先生 还是要往下说下去吗 往下说下去吗 往下说 又怎么了 江平现在告你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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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我强奸 不是告过我一次了吗 警察先生 要用事实来说话吗 你看看我 你是那种要做这种事情的人吗 你现在就给我电话 我随时可以给你找几十个月 也陪我过夜的人 不是我太狂妄了 我黄晓明也是有身份的人 李大 李大 这么说 你是不愿争取自首的机会了 我有什么好要自首 你不要太自信了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这个你该认识吧 只不过是条浴袍的袋子而已 能说明什么呀 说明不了什么 但是你用它绑住了一个 不愿和你发生性关系的女孩的手 你不会告诉我这是情绪游戏吧 把沈恒带过来 王小明 袋子的事沈恒已经交代了 是他帮助绑的江平 人证物证都在 你还想说什么 自己好好想想 好 办得好 进来 进来 怎么 黄局长 不欢迎吗 怎么会呢 请都请不来 李小姐 请坐 我给你倒杯水 来 没关系 没关系 岁岁平安了 你请坐 刘儿 把这儿打扫一下 另外倒杯茶 走 走 李小姐 上回在北京 我们还没感谢你呢 那你怎么感谢我呢 你看 假的帮你 这样吧 请你吃饭 好啊 今天晚上啊 我正愁没地方吃饭呢 我正愁没地方吃饭呢 今天晚上啊 今天晚上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安排 见我 我让李大他们去安排一下 耍赖吧 你就别麻烦李大队长他们了 今天晚上啊 我请你吃饭行了吧 怎么能让你请我们吃饭呢 不可以吗 不可以吗 好吧 在哪儿 不告诉你 晚上我来接你 晚上我来接你 晚上见 不见不散 你到我这儿来 你到我这儿来 不光是为了请我吃饭吧 就是 不行吗 好 晚上见 是 是我 今天晚上我已经约了他吃饭 我想我已经搞定他了 喂 房局吗 是我 我已经到了 你别下来了 好 今天怎么换车了 你说呢 车坏了 不是的 那是为什么 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们亲爱的黄局长跟谁在一起 看来你是越来越老人 不会是派来的特工吧 你可别乱说啊 我不是个好人 你说去哪儿 你是我们的公关小姐 你拉我去哪儿 我就去你 好 老婆 你这儿的老总 不像吗 想想想 我第一次见到你 就觉得你很特别 有什么地方特别啊 好 来 来 请 林姐 你回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黄局长 这位是妙兰 我的小妹 你好 这边请 好 这边请 好 这边请 来来来来 先坐下 准备好了吧 可以上菜 准备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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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 你说 我们第一杯酒 为什么要干呢 你说呢 为了我们的缘分 余小姐 这样吧 我提议 为了你的白马王子 干一杯 余小姐 你怎么了 余小姐 你真的不知道我在爱你 我不知道 我知道配不上你 可是我真的很爱你 余小姐 别这样 让你来看你都不好 来 下来 我不管 我要你答应我 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放手了 傻呀 我能答应你吗 我不要你答应我什么 我要我爱你 好了 好了 只要你撒手 我得答应你 好 你说话算数啊 算数 算数 算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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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小孩子 看来对我是早有计划的 什么计划呀 好 你还骗得了我这个公安局长 你这儿怎么会有我抽的烟 在江州 谁不知道你黄局长 只抽三次头的中号 你把我叫到这儿来 是不是想把我倒下水 为什么会在这儿睡房里 给我抽的烟 怎么样 阴谋被揭穿了吧 那你不是也中了我的计了吗 那你就不怕我 把你给抓起来 来呀抓我呀 我呀正想感觉一下 带手刻的感觉 好 小颜啊 像你那可爱的姑娘 我怎么舍得抓你呢 小颜 以后有什么事 你尽管来找我 真的 傻瓜 你都是我的人了 我不帮你 谁帮你啊 真的 我第一次见你啊 心里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可是我又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我是后来才感觉到 你可能会喜欢我的 我有件事求你 你能答应我 什么事说什么 不行 我要你答应我我再说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啊 一言为定啊 我要你每天陪着我 我以为什么事呢 吓我一跳 我以为你求我 为你们那个老王老总 你们那王大公子的事 你小看人 那个花花公子啊 我才不管他呢 你放心吧 以后你工作上的事啊 我绝不给你拖后腿 你知道吗 一个有正义感的男人 才是真正有魅力的男人啊 我跟你说吧 王小明那案子 是领导已经定了调了 我们会妥善处理的 我们不谈工作 说说你自己吧 说我 对 我告诉你 我当了八年兵 做了十年的警察 就这些 没什么好说的 还是说说你自己 怎么漂亮 怎么温柔 为什么名花无主 让我这个卖油郎 独占花卉